透过空拍画面 原本该是一片绿油油的山坡地 却是凸了一大块 还有一部分是用帆布盖着 游客就站在14层楼高度的眺望台 欣赏美景 但脚底下踩的这根基附近的土石 却因为吸饱雨水显得松软 凤眼望去面积不小 游客就担心安危 透过空拍照 最大崩塌的地方是有50平方公尺 右边也有20平方公尺的土石流失 左上角绿色帆布 盖上了8平方公尺面积 也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观光局强调岗山只眼 12公尺深的地基没被伤到 但也尽快做了补墙 只是今年2月才刚开放 不到一年 每到假日就吸引不少游客的知名景点 竟然传出大雨害边坡崩塌 相关单位将进行会刊 不让观光人潮受影响 三立轩连贯之类微箱 SNC小组报道